大家好,欢迎来到中老年讲堂 如果您觉得堂堂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堂堂点个赞 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 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 您的支持是堂堂最大的动力 面移食为天 科学均衡的饮食能够促进生长发育 即维持集体健康 但错误的饮食却有着诸多危害 最典型的就是吃得太咸 因为肾是排鲜钠 也就是盐的主要器官 吃得太咸甚至得加班工作 才能把多余的钠排了 意味持平衡 另外盐在体内会锁住水分 不容易排出体外 这无疑增加了肾制尿排尿的难度 加重肾的负担了 但我们中国人喜咸 而且对腌制食物有种特别的情怀 很多家庭会在逢年过节时 腌制大量肉 鱼 香肠等 当作必备年货 做得多的人家 可以吃整整一年 除了咸食 还有几种食物 我们平时为了护好我们的肾脏 也要少吃 尤其是对于肾病患者而言 有些食物是绝对禁忌 因为有几种食物甚至具有肾毒性 这几种食物经常食用最伤肾 一 动物内脏 很多朋友喜欢吃动物内脏 尤其是各种肝 脑 肠 肠等 不过 好吃归好吃 最好适量食用 因为动物内脏中含有高票令和大量胆固醇 这些物质都会加重肾脏的负担 很容易诱发尿毒症 心脑血管疾病等 因此 一定要适量食用动物内脏 二 酒精 很多长期大量饮酒的人 其肾脏功能都不好 而且 这类人群中不乏尿毒症患者 酒精进入人体之后 由肾脏将其分解 少量饮酒一般不会对肾脏带来太大影响 但过量饮酒会给肾脏的过滤功能带来压力 同时 会影响肾脏的滤血功能 干扰肾脏的排毒和代谢 三 浓汤 很多朋友喜欢煲汤盒 但浓汤中的票令和脂肪含量非常高 尤其是长时间熬制的汤 经常喝很容易让尿酸在血液中堆积 使得血液中尿酸含量升高 进而导致痛风和高尿酸血症 损害肾脏健康 四 碳酸饮料 当代青少年偏爱各种口味的碳酸饮料 甚至有人一度拿碳酸饮料当水喝 这是非常伤胜的行为 碳酸饮料一般都是高糖分高热量的 长期大量饮用的话 很容易增加血液浓稠度 干扰肾脏的正常代谢功能 使尿酸增多 急引诱发尿毒症 五 涮肉 冬天制炖火锅 涮肉 鼻涕有多滋润了 不过 需要注意的是 涮肉汤汁的票令含量很高 会加重肾脏负担 再加上边涮边吃边聊 很容易吃沉冷 这些都会造成脾胃负担过重 六 部分中草药 很多人觉得中草药没有什么副作用 甚至有人自行肩负 比如苍儿子 曾经有家长自行采摘苍儿子 按网络上的方法给孩子使用 缓解过敏性鼻炎引起的鼻塞 最终因使用过量导致孩子肾功能和肝功能严重受损 此外 有些食物的肾毒性比制药物有过之而无不及 简单介绍几种 雷公藤 官木通 牵牛子 苍儿子 因素壳等等 其中 雷公藤导致的肾损害最大 其次是官木通 官木通伤肾的原因是含有肾毒性物质 马兜磷酸 其是一种有很强的肾毒性物质 所以 平时大家千万别盲目吃中草药 就医一定要告诉医生自己是否有其他的病史 七 猪脑 猪脑中虽然含有较高的蛋白质 但胆固醇脂肪含量也非常高 是鸡蛋黄的八倍左右 过高的胆固醇会明显增加 患肾衰竭之类的肾脏疾病的风险 而且 这种存在的风险可以持续十几年 胆固醇摄入多了 也会引起高胆固醇血症 引发心脏病 中医也认为 其损男子阳道 男子食肢损精气 所以 最好是不要吃 八 酒后浓茶 很多人都认为 苦涩的浓茶可以解酒意 其实这是个误解 浓茶不仅不能解除酒毒 还会增加对人内脏的损害 特别是肾脏 茶叶中的各种碱性物质 具有强烈的力量作用 如果酒后喝浓茶 酒精转化成了乙泉 还来不及分解 就会随茶水进入肾脏 其毒性会严重损伤我们的肾脏 所以 千万别在酒后喝浓茶 如果你也觉得平时对肾 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 那么 请学习以下几个食疗方 偶尔做来养护一下肾脏 食物界四大护肾高手 一 胡萝卜 胡萝卜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 维生素 果胶 膳食纤维等 荷兰人甚至把胡萝卜 列为果菜 中医认为 胡萝卜具有补肝蜜目 壮阳补肾之功效 美国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 曾对200位年轻男性进行了调查 统计了他们饮食中 蔬菜水果的种类和数量 观察水果和蔬菜 对精子质量的影响作用 结果发现在健康年轻男性中 胡萝卜素的摄入量大的人群 其精子活跃程度比较强 食补推荐 胡萝卜粥 食材胡萝卜一根 精米100克 做法 先将胡萝卜洗净切块 精米淘洗干净 锅内放水煮沸后 将精米放入锅中 精米熬煮5分钟后 放入胡萝卜 煮20分钟左右即可出锅 2.莲藕 李时珍在奔草纲目中 称藕为零根 煮熟的藕 有补心力肾 意气养血的功效 3.钢豆 钢豆自成熟后 呈肾脏型 有黑 白 红 紫 褐等各种颜色 中医认为 钢豆有健脾补肾之功效 现代四川中药制中 也写道 钢豆自因补肾 健脾胃 还可治白带 白灼 和肾须移精 4.山药 山药营养丰富 素有天然人参的美成 不仅可以作为食用家菜 还可作为滋补家品 中医认为 山药有补皮养胃 身筋易肺 补肾色筋的功效 其实 当我们肾中精气充正时 身体筋骨也强健 当肾中精气衰竭时 就会出现头发枯萎 牙齿松动 失去生育能力 等衰老的表现 肾中精气的肾衰 也在很大程度上 决定着人的衰老过程 养护肾中精气 这几个外调方法 要试一试 所以 要想保持年轻 养护肾中精气 最为关键 今天为大家推荐几个 好用简单的外调方法 从头到脚 总有一款适合你 一 揉耳健肾 在休息的时候 用双手 捏 搓 拉 揉 整个耳部三分钟 不拘泥手法 以自己感觉不太疼 为适宜 耳朵会变红 直至有温暖感 最好也会觉得 颈部和腰背部 有热热的感觉 此时气血通畅 舒服之至 耳为肾之翘 肾开翘于耳 耳是六条 阳经经脉的锁具之处 经常按摩耳朵 可起到 健肾养身的作用 二 搓后腰加巴疗血 腰为肾之腹 搓腰不仅能疏通 腰背部的经络 还能温肾撞腰 搓后腰要从腰眼 肚脐正对后背的位置 即 密门血所在 一直搓到巴疗处 搓揉200到300下左右 直到使局部发热 并向小腹放散 甚至通达到双脚 巴疗血常常用于 调理泌尿伸直方面问题 直立或俯卧时 臀部肌肉上面 明显有两个凹陷 即美人窝 巴疗血位于美人窝 往下内侧 恰恰是敌骨所在的位置 三 提肛益肾 孙思庙在枕中方就提到 骨道移长搓 孙思庙认为 肛门位于人体督脉上 而督脉为羊脉之海 具有调节全身 猪羊筋气血的作用 长搓骨道可以提升中气 强壮脏腑 调节气血阴阳 提肛的动作就像忍大便一样 将肛门向上提 然后放松 接着再往上提 一提一松 提的时候吸气 松的时候呼气 每次做50次提肛运动 随时都可以进行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您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别忘了分享给朋友 一起讨论 YouTube和Facebook 都能找到堂堂哦 期待看到您的关注与互动